全红禅赛风是马 东京奥运会后首次丢冠却双喜临门 跳水皇后没有说错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四那么最近的全红禅那些情况的 应该是引起了外界很多的一些争论 主要是因为呢在目前呢 我们中国的一个跳水队内部的一个测试赛当中呢 全红禅也是接二连三啊 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首先呢在双人跳台当中 十米跳台的话 他和自己的队友呢 陈玉希去搭档的话 没有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而且因为动作不同步的导致他们的成绩一落千丈 比之前的中国跳水队在冬季奥运会的一个相同项目当中 获得冠军那个成绩呢 相差了差不多20分 那么在此之后啊在最近进行了另外一个十米单人跳台的一个测试赛当中呢 全红禅再次发挥失利 导致这种呢输给了自己的队友那么没有能够了拿到这个冠军 所以其实啊从这一次的整体成绩来看呢 也就意味着呢全红禅是在之前 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呢 首次丢掉了这个单人项目的一个冠军 确实让大家呢 非常意外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全红禅的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啊拿到冠军之后的话 后续回到国内了参加全运会了 他又是 在接连两个项目当中 拿到了这个啊团体包括单人项目的一个金牌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啊其实一战成命之后呢 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落败过 而且呢一直都是处于高峰 而且一直都是别人仰望的一个对手 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话爆冷了出现这样的一个意外呢 多多少少让大家就觉得说全红禅现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后续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影响到他下半年来去参加市井赛 等等一系列比赛的一个成绩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 虽然说对于全红禅来说这一次丢掉冠军啊 爆冷出现这么一个比较糟糕的成绩呢 肯定是一个比较伤心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到好的一面 实际上对于全红禅来说这一次呢只是一个体 体对内的一个测试赛 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一次输掉比赛呢 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反倒我们分析起来实际上对于全红禅来说呢是一个赛风失马能够收获好消息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一次对于全红禅来说虽然说是首次丢贯 但是呢也是双喜利盟 对他后续的一些发展实际上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首先第1个好消息就说了这一次通过对内测试赛当中去发现问题的话 其实能够去错一下全红禅那个锐气 让他们整个队伍来去发现他身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此前全红禅在奥运会当中一战沉迷的时候的话 当时我们中国跳水队的跳水皇后高明呢 曾经在社交平台当中啊写下了几百个字的一个长文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虽然全红禅的一个成功呢 确实是 这个上天赐给我们中国跳水队的一个礼物 但是呢其实实际上对于全红禅来说 他接下来除了要消化荣誉之外的话 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尤其是啊这个身高体重还有发育难关的那些问题呢都需要去克服的 所以实际上目前来看呢高明确实没有说错 现在全红禅呢通过他的年龄增长一岁之后的话 也的确呢迎来了他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身体发育关带来的一个 而身高啊体重的都发生了变化 导致他的动作呢也因此 可能出现变形 就导致啊可能回之前没有发育之前的话 整体的动作呢会完全不一样 水花压水花 或者说其他的动作呢 也没有那么漂亮了 因此据这点的原因情况之下呢才会导致全红禅最近的一个整体成绩 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既然说现在在世界大赛来临之前他能够提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能够让整个团队来针对他这个问题呢赶紧修正 那么后续在这一次大赛来临之前如果说能够把他给改正过来的话 全红禅呢将能够赢来一个自己事业性的巅峰 所以实际上对他本人而言呢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啊对于外界来说呢也能够让大家呢稍微 熄一下火 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尤其是全红禅夺了这个双料冠军之后的话 外界太过于疯狂了而且呢甚至把他给捧捧成神了 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全红禅突然爆冷的话也能够交细一下外界的那样那样的一个 太过高的一个热捧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将来从长远来看的实际上对于全红禅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大家不用把他捧杀的话 全红禅将能够以更加平时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后续的一些比赛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 祝福全红禅能够在之后呢努力把他的一些问题调整过来 在下半年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